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如果字母哥和熊鹿,本赛季再次夺冠,那么,NBA,将进入一个黑暗时代,就像80年代末的比特律活塞,他们是联盟的攻敌。所有球队,跟这样一群流氓,打上48分钟比赛后,第一件事,就是检查一下身体零部件,是否完整。 狡猾的刺客,阴险的兰比尔,以及换身衣服,直接可以参加帮派火拼的罗德曼,里克马虹,艾德华兹。就在那个伯德,因被伤状态大剑,天沟,即将退役,乔丹,还独目难知的时代,他们应是在198890,连续两次拿到了总冠军。让整个NBA,都进入了一个黑色的低谷。 但如今,人们回忆那只活塞,首先想到的,不是他们如何能想到,连续干掉伯德、乔丹,和魔术师,最后等顶。 也不会记得,刺客在88年总决赛第六场,第三节扭伤脚踝,一瘸一拐的,在魔术师面前,一节砍下,至今仍是纪录的25分。 你只会记得,那些多到足以拍一部电影的长篇恶意反规及紧。虽然竞技体育,是成绩说话,但冠军和冠军之间,也是不同的。 所以,微笑刺客,最后进不了梦之队。所以,NBA官方,才会迅速出台,恶意犯规的规则,避免比赛,变成截头都欧的现场。 所以,人们在讨论历史上,那些伟大球队时,几乎都会可以忽略,这只历史上,仅有的实质,完成为免了球队之一。 然而,这个倒,这还是内线搭档大洛佩斯,一整个赛季没打的情况下。 本赛季常规赛的大部分时间,雄鹿,就是在收着打。 所以,他们的三巨头,本赛季,累计缺阵了50场比赛,所以,他们如今,只以48胜29负,位列东部第二,所以,他们会经常莫名其妙地,输给快船,开拓者,黄蜂,活塞,这样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球队。 可是,当他们的四大冠军,主力字母哥,霍罗比米德尔顿·波蒂斯,同时出战时,他们的战绩,是32胜9负。 而布鲁克洛佩斯的回归,则让他们补习了最后一块短板,不必再用字母长时间,去填补五号位,同时找回了,对付恩比德的头号尖盾。 以3月29日,118,比116,炸胜费成为例,大洛,虽然只有17分三个篮板,但却打得大帝,极为恶心。 当雄鹿进攻时,他依旧扮演着,3D射手的角色,被字母哥,拉开空间。 而本场比赛,他三分界外,九中四。 导致的结果就是,到了比赛最后阶段,大帝已经不敢再将他放空在底角,又要兼顾字母哥的攻匡,首属两端。 以霍勒迪锁定胜局的三分为例,此时,大帝被大洛,牵制在右侧底角。 眼睁睁地看着字母哥,尼德尔顿,为霍勒迪,挡出一个完美的出手空间。 而去应对的,只能是哈登,尼昂,和哈利斯,这三个防守漏勺。 作为被成防守最强一环,他在最关键的一回合,却被大洛佩斯,给废掉了。 本场比赛,完全是纪后赛级别的对抗。 恩彼得,29分14版7柱,哈登,32分,5版9柱,霍勒迪18分8版10柱,米德尔顿,22分7版,但最终决定比赛的,还是40分16版6柱的字母哥。 而字母哥,有可能真的是如今,这个联盟,最具统治力的球员。 不论你爱还是恨他,但都搞不痛他。 三,字母哥,这个时代,真正的超级怪物对费成,字母哥,面对恩彼得,不但拿走了胜利,也赢了数据。 然后客场120,比119,乍胜蓝网,他在杜兰特面前,又拿下了44分14个篮板,包括那颗,把比赛拖进加实赛的绝评三分球。 在这个小球时代,真正的怪物,到底是什么量的? 是2015-16赛季,轰出402G3分,拿到学套,MVP3的,斯蒂芬库里。 还是场均36.1分,能打出60加三双的詹姆斯哈登。 亦或是连续四年总决赛,都能轰出,接近30,加10加10的乐布朗。 反正少不了现在,这只恐怖的希腊怪物。 在如今的NBA赛场,你找不到一个,能在攻防两端,如此影响球队,同时,又能取得加技的怪物。 他今年28岁,身体仍在巅峰,自然可以推出,我们熟悉的全场单人快攻,以及三分剑外,大步上篮。 他的个头,在这个小球时代,可以让他在内线大杀四方,而同等身高条件下,又没有人,跟得上他的移动速度,和变相频率。 甚至,在被嘲笑了这么多年后,他的投篮,已经足够稳定。 本赛季,他每场通过被打,能得3.4分,53%的命中率率,联盟第三,前面是恩彼得,和约基奇。 每场持球投篮,得5.6分,命中率,43%。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排在他前面的,是绿军双碳化之一的杰伦。 布朗,排在他后面的,是快船如今的后场大腿,雷吉杰克逊。 再加上去年总决赛,最后一场,19,罚17中,砍下50分的表现。 你能立刻说出,如今的字母哥,有什么弱点吗?没有。 事实上,本赛季,他32.9分中率,30.1分是1.7板,5.8注,同时,还有1.0的抢段1.4个盖帽,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两个MVP赛季。 在NBA,开始记录抢段,和盖帽以来,历史上,还从没有人,打出过30加10,加5,加1加1的数据,他的效率值,PER,甚至达到了32.5。 本赛季打完,他大概率,会和排名第一的,约老师,32.8,打破2019,至20赛季,由他自己保持的,31.9的记录。 不论人们喜不喜欢,都不得不接受一点,杨尼斯。 阿德托昆博,是这个时代,最恐怖的球场怪物,不论是数据,还是场上表现。 有他在,联盟里的对手,就只能像90年代的公牛,本世纪初的OK组合,以及前几年的勇士王朝那样,指望篮球上帝,给他们出点难题,或者,等待岁月,让他们一点点老去了。